开元初起,唐玄宗历经图治知人善人,既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,开元盛世,也造就了一批名垂青史的贤象。 当风扇大典举行之时,大唐王朝迎来了一个辉煌的时代,然而在那辉煌的背后,也隐藏了不少的危机。 那么,这股危机是什么呢?从今天开始,蒙曼老师将为我们讲述长恨哥的第三部分,盛世威情。 这同样要从唐玄宗的风扇大典讲起,上一集讲到,唐玄宗风扇大典的成功和一个人密不可分,此人就是张悦。 无论是风扇之前还是风扇过程中,张悦都是单惊情,为大典的圆满举行出力堕落。 然而,风扇大典刚刚结束五个月,张悦却突然被撞,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中央民族大学蒙曼副教授,为你讲述系列节目,长恨哥之,盛世威情,第一集,张悦下台。 开元十四年,四月初四那天夜里,张悦他们一家都睡着了,忽然就听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。 这张悦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呢,门已经开了,一队卫兵就进来了,然后就对张悦讲,说张相公对不住,有人告您了,我们奉皇上之命,请您到尚书城走一趟,接受调查。 那张悦就像在梦里一样啊,就跟着这些人走吧,走出大门之后呢,他回头看了一眼,看到什么,看到他们家整个就被这金无味的士兵就给围起来了。 那我说到这儿,大家肯定就奇怪了,我们上集刚刚讲过,就在封泰山的时候,唐玄宗还信誓旦旦的跟张悦讲,说咱们君臣两个要互相扶持天长地久。 那他翻脸怎么比翻书还快啊,这才刚过五个月,怎么他就变卦了呢? 其实啊,张悦这次遭难,还真跟上次封泰山有很大的关系,怎么回事呢? 咱们上集不是讲到封善是张悦人生的顶点吗? 就在他在泰山之巅,智德一满,一览众山小的时候,山上山下好多人就都对他侧目而视。 对他很不满意,那都谁对他不满意啊? 四类人物对他不满意,那四类呢? 第一类是兵,第二类官员,第三类官员之中的一个特殊人物,宰相元前耀,第四类也是一个人,皇帝。 那咱们一听可能觉得这不把所有人差不多都包括进去了。 确实啊,这次封善,张悦还真是有点犯众怒了。 怎么回事呢? 咱们先看一看,士兵为什么会对他不满意啊? 士兵之所以对张悦不满意,是因为嫌张悦没给他们赏钱。 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象在封善队伍里什么人最多啊? 当然是士兵最多了,守卫得靠他们,运输物资也得靠他们。 士兵吃这么大苦,为什么呀? 他图的是什么呀? 其实啊,说白了,图的就是一点赏赐。 那么张悦赏他们没有呢? 张悦一毛不拔,一分钱没给这些士兵。 所以士兵对张悦是相当不满意。 这是第一部分人对张悦不满意。 那有人就要说了,张悦对士兵不好啊,肯定是把好处都给当官的。 那是不是当官的就对他特别满意呢? 也不是。 当官的对他也不满意,而且更不满意。 为什么呢? 因为当官的觉得张悦不公平。 怎么不公平? 我们上一集讲说玄宗登泰山不是所有人都上去的,大队人马是留在山下的。 那跟随他上山,真正参与那个仪式的是什么人呢? 是亲王,还有宰相,还有礼官。 其中亲王和宰相这是无可争议的,人家谁是儿子啊,兄弟的是亲王,宰相就那么两个。 那礼官可就不一样了。 这个礼官一下子就成了万众瞩目的对象。 为什么万众瞩目啊? 很简单,因为当礼官可太有优惠了。 什么样的优惠呢? 根据当时规定啊,谁如果协助皇帝封善做了这个礼官的话,就可以直接升迁到无品官。 无品官是什么呀? 无品官那就是中级官员了。 我们讲过好多次,在唐朝那叫通贵。 大多数官一辈子也混不到无品。 那如果你当礼官的话,只要爬一次山,就是无品了。 这谁不愿意啊? 所以大家都争着想要去,都愿意当这个礼官。 那么大家都愿意,张月到底把这个礼官名额分给了谁呢? 张月心里早就有破,他已经拉了一个单子出来了。 在他拉的那个单子里啊,这些礼官呢,要么就是他的亲朋故旧,要么就是他在中书省或者门下省啊,手底下那些小利,平常帮他办事,他使着顺手的那些人。 他把这个单子拉好之后呢,就叫一个叫做张九龄的中书社人。 跟他讲,你就照我拉的这个名单,起草一份正式的招呼,这些人就当理官。 那么张九龄是谁啊? 很多人都知道张九龄是个大诗人,他也是张月的好朋友。 这个人出身一般,出身于岭南的一个贫寒人家,但是从小聪明伶俐,写文章写得非常好。 所以张月嘛,对他是倾心相惜啊,就提拔他,不仅在试图上提携他, 而且呢,还跟他联宗认了本家了。 所以平常张九龄对张月是言听计从。 可是这一次,眼看着张月把这理官的名单交到自己手里,连张九龄都觉得看不下去了。 他就劝张月,他说,官觉者,天下之功器,得望为先,牢旧赐眼。 若颠倒衣裳,则击棒其意。 今登封佩泽,千载一遇,清流高品,不目恕恩,须立莫班,先家张辅。 但恐致出之后,四方失望,今尽草之计,事由可改,为令公审愁之,无疑后悔也。 什么意思呢? 他说官觉啊,这是天下的功器,谁都可以去追求的,谁都愿意当官。 那么这个官到底应该给谁当呢? 他说呀,应该优先考虑那些德高望重的人,然后再考虑那些你手底下干活的,或者跟你有什么亲朋故旧关系这样的人。 只有这样啊,这个道理才讲得通,否则的话,天下就都会议论纷纷了。 那么我们这次登封泰山呢,这是千载一遇的事情啊。 那些清流人物啊,声望很高的人,现在都没能当上理官。 您现在先把那些虚立啊,那些人,还有您那些亲戚朋友,给拉到理官这个位置上了。 我恐怕四海之内都会对您失望。 现在您让我起草一个诏书,我还没有正式起草呢,所以这时候您要改啊,还来得及。 如果等我起草好了正式的诏书,皇帝都签署意见了,那时候您想改可就来不及了。 那如果那样的诏书真的发出去的话,我怕您以后会后悔。 所以请您仔细想一想,张月怎么反应啊? 张月啊,他很自负,他不听,那张九龄没有办法呀,只好照张月拉的这个名单,起草了一份诏书。 果然呢,这个诏书一出来是舆论哗然的,官员都炸了锅了。 这张月不是明目障胆的这个一圈谋司吗? 他也太目中古人了吧。 所以这样一来呢,那些没能上得去山的山下那些官员就都非常的痛恨张月了。 可能有人要说了这没上山的人不满意,看来上山的人就都满意了。 是不是呢? 这上山的人里头啊,也有不满意的。 谁不满意啊? 另外一个宰相,袁乾耀,他就不满意。 那袁乾耀为什么不满意啊? 因为他觉得呀,这个张月表现欲太强了,抢了他的风头了。 怎么回事呢? 其实袁乾耀本来对这次风扇就不太热衷,他当时就觉得这有点劳民伤财。 可是呢,既然张月那么张我,再说皇帝本人愿意啊,所以他也就只好跟着干。 这倒没有什么问题。 关键是这个风扇活动启动之后,他就慢慢发现了,张月根本的就是为自己出风头啊,一点都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啊。 所以呢,他对张月也是有隐隐的不满。 那么这三类人不满,我们还都能够理解。 其实说白了,就是利益之争啊,每个人都给自己争利益,争不到就不满意。 那第四类人,皇帝,为什么他也对张月不满了? 在张月得罪的前三类人里,每个人都因为利益受损,而对张月产生了不满情绪。 这也是人之常情,我们都可以理解。 但萌曼老师认识,张月不但得罪了这三类人,他还得罪了皇帝,这就让我们不好理解。 在风扇大典中,张月算是最大的同臣,他怎么可能得罪皇帝呢? 唐玄宗对他为什么产生不满呢? 这个呀,是因为张月以前谋私那个事情在皇帝面前败露了,之所以败露和一个演小品的演滑稽戏的优人,就是艺人,还有关系。 怎么回事呢? 我们刚才不是说张月让自己的亲朋故旧去当这个理官,然后得这个五品官的好处吗? 其中谁得的好处最大呀? 张月的女婿,一个叫正义的小伙子。 这小伙子呢,本来是个九品官。 然后跟着皇帝风扇一趟泰山,好了,一下子提五品了,火箭上升,平步青云了。 那这事呢,别人也都还没说什么呢。 可是有一天呢,从泰山下来之后,皇帝要宴请这帮随从的官员了。 那皇帝请客嘛,大家都穿着官服出场了。 你看三品穿着紫袍子,五品穿着红袍子,然后往下穿着青袍子,绿袍子,一对一对的,很整齐。 这时候呢,唐玄宗打眼一看,忽然在那个红袍子里头发现一个特别不同寻常的人物。 而别人穿着五品红袍子的,都是那个半大老头子吧,中年人,有一张宝金沧桑的脸。 这么这小伙子他也穿着一个大红衣服,他那个脸还那么幼稚呢,一个娃娃脸二十出头的样子。 这人是谁呀?再仔细一看呢,这人好像有点认识啊,记得前几天还是九品呢,怎么现在成了五品了呀? 玄宗就忍不住问了一句,啊,说你是立了什么功劳,一下子升成五品官了? 你升得够快的呀,问这个正义,啊,这正义就说不出话了呀,他觉得他这个情况不好说呀,憋得脸通红。 这时候呢,唐玄宗旁边平常就是讲笑话逗他开心的一个艺人,叫做黄帆绰。 他就说话了,他一边说话,还一边冲着张月里边眨眼睛。 他说什么呢?他说呀,此泰山之利。 什么意思呢?两个意思,第一个意思提醒皇帝,人家小伙子不是跟着你一块去封扇泰山,充当理官去了吗? 啊,所以这不是提到五品了吗? 另外一方面,他想说啊,人家小伙子是有来头的,啊,那张月是他老丈人,如果没有这么一个有本事的老丈人,就凭他一个二十出头的矛头小伙子,他就能够登泰山去当理官去?不可能啊。 啊,所以现在我们不是还管岳父雅成泰山吗?就这么来的,啊,黄帆绰这个,黄帆绰一说此泰山之利也,哗的一下子,官员都笑了。 那官员笑了,黄厉,眉头可皱到一块了。 他以前就知道张月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,帮他做了好多大事,没想到张月还有一权谋私这一面,现在等于因为这么一个意外的事情被他知道。 那么这样看来呢,因为这次风扇吧,虽然张月也是大大的风光了一把,但是他那种自私啊,傲慢啊,自以为是啊,那些性格弱点呢,也都暴露无疑了,得罪了不少人,而且让皇帝对他的信任度也有所下降了,这不是一件好事。 在蒙曼老天国,张月真的是把所有的人都夺随了,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,张月即使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,但也不至于被捕入狱,毕竟在风扇大典上,张月是历过大功,那么张月到底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呢,唐玄宗为什么要把他抓起来呢? 可是啊,要命的是,当时正有一个人盯着他呢,就给他找错了,只要发现这么一条缝,那个人就有本事把他给据成一道深渊。 这人是谁呀? 这个人呢,就是我们上集提到的宠臣宇文荣。 那宇文荣为什么老给张月找麻烦呢? 很简单啊,因为此前张月一直给他找麻烦呢,可是张月为什么就一定要跟宇文荣对着干呢? 这里头也是有原因的,三个原因,哪三个原因呢? 第一个原因,张月和宇文荣治国思路完全不一样。 张月是什么人呢?张月是一个文人,知识分子出身,受儒家教育长大的。 咱们都知道儒家嘛是众义轻利,所以呢,不太擅长经济,也不愿意谈论经济。 这是张月这边。 那宇文荣这边呢?宇文荣跟张月的背景可是不一样啊。 他不是个知识分子出身,他是从基层干起来的。 他的第一个职位就是县主部,什么是县主部呢? 就是县里的三把手吧,第二副县长。 那在县主部这个岗位上他就发现了,一个县要想起来啊,财政非常非常重要啊。 所以实际上呢,宇文荣和张月在这个经济政策方面,他们思路是根本不同的。 那因为张月不赞赏宇文荣那套思路,啊,他又是上级,所以他制约一下宇文荣,也算有道理,还算是出于公信。 虽然不见得对,但至少是从国家这个角度考虑的。 但是他制约宇文荣的第二条理由啊,可就没有这么光明正大了。 他制约宇文荣的第二条理由是什么? 那就是因为他嫉妒宇文荣啊,我们上节课讲过嘛,宇文荣是一个宠臣,当时唐宣宗对他非常的信任,让他当特使,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啊,而且呢,还给他在短时间内从八品的监察御史生成,五品的御史终成。 眼看着政治明星升起来了,张月心里不愤啊,他觉得这个人要是起来,很可能夺了我的地位啊,夺了我的宠庆啊,所以呢,想要在这个事情还没有真正露头的时候,就把他打压下去。 为他打压宇文荣的第二个原因呢,是出于个人的嫉妒,这是两个原因。 那第三个原因啊,就更重要了,什么原因呢?张月他根本瞧不起宇文荣,张月为什么瞧不起宇文荣啊? 我们讲张月是一个文人,而且是文坛领袖,是烟许大手笔,他一辈子只瞧得起一种人,就是跟他一样的人,就是文人。 就拿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张九龄来说,他为什么瞧不起张九龄啊? 因为张九龄虽然说出身很一般,但是,写文章好啊,13岁就能写策论,那后来成了大诗人呢,我们都知道他的名句嘛,海上升明月,天涯共此时啊,那就是张九龄的名句啊。 所以张月夸张九龄说是后来辞人之首啊,就是我之后就是他第一了,等于我第一他第二,这个感觉很好啊,所以呢,就提携张九龄啊,他瞧得起这样的人,可是像宇文荣那样的人,他就瞧不起啊,宇文荣是哪样的人呢? 就是没有什么文化水平,但是呢,行动能力很强,是靠办实事上来的,这些人呢,张月心里是非常非常瞧不起的,那宇文荣能不生气? 可是宇文荣生气归生气,在风扇之前,他绝对不敢动张月,因为张月是首席宰相,可是呢,风扇事件之后,他看出来了,很多人对张月有不满情绪, 那叫民心可用啊,群众基础有啊,所以这时候呢,他就打算逗一逗这个张月,这么逗啊,皇帝当时不是已经看出来张月有私心了吗? 对张月的这个私心杂念不满意,好,宇文荣就从这下手了,风扇回来之后,没几天,就是开元十三年的年底,十二月份,一年一度的选官活动又开始了, 每年得提拔一些新官啊,那么按照惯例这个选官怎么选呢? 就是应该是由啊,吏部负责任,负具体的责任,但是呢,宰相做指导,换句话说,就是张月领导着这个吏部的上书啊,吏部的侍郎啊,领导他们去办,每年都是这样, 可是这一次呢,宇文荣到皇帝面前,啊,进禅言去了,他就对选宗讲,啊,说每年都是张月,张相公和吏部的上书啊,侍郎啊,去主持选举, 这天下的候选人都知道啊,那都知道谁在那选,恐怕他们难免会有什么吃请受贿之类的事儿吧, 候选人自然会想要给他们送礼啊,另外呢, 就是张相公和吏部那两个人啊,常年这么选举,每年如此,他们也难免赢私舞弊吧,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? 那皇帝一听,确实触动了他心里对张月那种隐秘的这个恶感啊,因为确实啊,在风扇问题上,他已经发现了,张月确实有结党营私的嫌疑啊, 那这个风扇的时候如此,平常选官也难保他不如此啊,所以宇文荣提的有道理啊, 有道理他就问宇文荣了,说那你说怎么办呢,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? 宇文荣说好办哪,陛下您自己已经想出办法来了,您那时候不是派我做特使去检查户口吗? 现在您同样可以派其他的使者来做这个选官的工作呀, 我建议您呢,就委任十个人,然后来组织这次选举活动,这十个人都直接对您负责, 咱们把力部绕过去,他不就没有机会这个英私舞弊了吗? 群总一听有道理啊,这也是成功经验基础之上的一个体验嘛, 说好啊,既然你让我选十个人,我第一个就选你了, 你就是我这个十个使者之一,这十个人要说选的还是不错的, 可以叫做一时之选,都是很不错的人, 那这十个人呢,分别主持选官,然后把结果汇报给选宗, 选宗再一认可,真的就把力部给绕过去了, 那这个事情一出来,大家觉得张悦是什么反应? 张悦气死了,他想这算什么事啊,这又不是冲着我来的吗? 怎么办呢?张悦当时被风扇的胜利冲昏头脑, 他把宰相的架子给摆足了, 虽然说这是十个人组织选举,然后让皇帝认可, 但是真正认官的时候呢,皇帝还是要跟宰相通一通气的, 那好了,他现在就充分利用其宰相这个否决权来了, 对着皇帝都已经认定的那些人呢,横挑鼻子鼠条眼, 而你皇帝都认可了,到他这不行, 那你想,宣宗是什么感觉啊? 宣宗这下可生气了,你张悦也太骄横跋扈了吧, 你都不把我放在眼里了,我说行,你倒说不行, 那让皇帝生气,这后果可就很严重了, 不过呢,如果张悦就此打住,还可以挽回, 不就一次失误,谁工作中都有错误, 谁都有可能跟上级顶起来, 也不见得是一件特别严重的事, 但是有一句话说的好啊,当局者迷啊, 张悦并没有就此打住, 他沿着这个错误路线是越走越远了, 怎么叫越走越远了? 马上啊,转过年来, 开元十四年又出了一件事, 开元十四年年初呢, 皇帝又跟这个张悦一块来商讨这个人事安排了, 这次啊, 玄宗自己看中了一个人, 叫崔寅甫, 这人也是从基层干起的, 在地方啊,当地方官啊, 政绩很好, 所以呢,玄宗想提拔他当御史大副, 就是御史台的首脑啊, 相当于咱们现在说中纪委, 想让这个崔寅甫当中纪委的书记, 跟这个张悦来商量, 这人行不行啊, 张悦一听就否决了, 说这人哪行啊, 崔寅甫这人胸无点没啊, 他哪管得了御史台啊, 并要真想用他, 我觉得他得多当一个武官算了, 给他安排个什么金吴将军之类的就可以了, 您要是觉得现在御史大副这缺人, 我给您推荐一个人呢,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崔日枝, 这个人学问也好, 能力也好, 我觉得他到御史台来才会比较胜任, 干脆您别用您自己说那个了, 用我这个吧, 那大家说张悦这事办的漂亮不漂亮, 这事可太不漂亮了, 不光我们觉得这事办的不漂亮, 唐玄宗更是勃然大怒, 勃然大怒他怎么办, 没过两天他直接下了一个诏令, 就任命他所说那个崔寅甫当御史大副, 那张悦推荐这崔日枝干嘛呀, 张悦你不是说人家崔寅甫没文化, 只配当个武官吗, 我现在让你说的崔日枝去当武官去, 给崔日枝安了一个御林将军, 等于皇帝也向宰相示威了, 那么到这一步呢, 宇文荣效劳, 他觉得自己离胜利不远了, 胜利在望, 那胜利在望也得把他做的有把握一点啊, 光崔日枝和他宇文荣两个人告张悦, 有没有把握呢, 宇文荣觉得还没有把握, 为什么呀, 因为众所周知他宇文荣跟张悦, 跟张悦有过节, 而且众所周知崔日枝跟张悦也有过节, 你们两个人, 来联名告张悦, 那很可能别人说你这是公报私仇, 这个可信度会下降, 怎么办呢, 宇文荣这时候想啊, 还得拉一个第三方, 一个过去没有跟张悦没有矛盾的人, 把这样的人拉进来, 他们再去告张悦, 这就有公信力了, 那么他到底拉了谁呢, 宇文荣拉的可是一个日后大名鼎鼎的人物, 李林甫, 唐朝日后著名的权相, 只不过这时候还不是宰相, 就是一个御史忠诚, 李林甫也是御史忠诚, 而且这御史忠诚也是刚当上的, 怎么当上的呢, 宇文荣推荐他当上的, 那宇文荣为什么要拉李林甫啊, 很容易理解啊, 首先他刚帮李这个李林甫当上官, 李林甫肯定要知恩图报啊, 会同意他的意见的, 另外更重要的是什么呀, 李林甫这个人呢, 也没文化, 那照当时的思路看, 张悦也注定瞧不起他, 只要张悦在台上, 李林甫以后这日子也不好混, 所以就算是李林甫出于为自己前途考虑的这种想法, 他也会愿意达到张悦, 把李林甫就给拉进来, 就这样啊, 御史台三个没文化的人就凑到一块了, 崔英甫, 宇文荣, 李林甫, 啊, 凑到一块了, 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, 什么呀, 扳倒张悦, 就在开元十四年四月初四这天, 他们就发难了, 几个人啊, 上了一个这个奏章, 弹奏张悦有三大罪状, 那三大罪状呢, 第一, 说张悦私下交结这个僧人和术士, 在家里占星, 图谋不轨, 这是第一大罪状, 第二大罪状是什么呢, 说这个张悦这个人呢, 以权谋私, 招权纳会, 第三个罪状是什么呢, 说他纵容手底下的小利, 也贪赃枉法, 那这三大罪状, 对于一个宰相来讲重不重啊, 还是蛮重的了, 大家知道啊, 当年姚宠就是因为, 有第三条错误, 就是纵容手底下的人贪赃枉法, 不就被迫辞职了吗, 现在张悦等于在那条错误之上, 又加了两条, 加了一个占星, 还有一个这个自己招权纳会, 那我们说这两条新增的那条重啊, 当然是勾结僧人术士占星重, 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, 那占星不是谁都能占的, 那是皇帝的专利啊, 而且唐玄宗他是搞政变起家的, 他最知道占星意味着什么, 也最知道和尚道士这一类方外人士能起什么作用, 所以现在张悦你是一个宰相, 你要占星干什么呀, 本来我们知道唐玄宗已经受不了, 张悦这种骄横跋扈, 不把他放在眼里了, 现在听说张悦居然还有这一类问题, 那更是勃然大怒, 马上就发布命令, 抓, 今天晚上就抓, 而且把他们家围起来, 省得有什么罪证逃跑, 这不就是我们开手讲的那一幕吗, 金吴卫兵就去了, 把张悦给逮起来了, 放到尚书省一个看守所里看起来了, 同时把他们家给围住, 张悦终于在自己的跋扈和宇文荣的算计之中朗道, 一度建功利益飞黄成达的宰相, 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, 那么张悦被抓起来之后, 唐仁宗将如何为他定罪呢? 一向重感情的唐宣宗会不会放张悦一马呢? 那么张悦抓起来之后怎么办呢? 宣宗当时命令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三唐会审, 三唐会审宗的有一个组织者, 领导者就是另外一个宰相, 袁浅耀, 那大家说袁浅耀会怎么对待这个老同事啊?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嘛, 其实张悦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把人家袁浅耀给得罪了, 而且呢, 袁浅耀跟宇文荣关系一直不错, 当年宇文荣还是县主部的时候, 就是袁浅耀发现了他这匹千里马, 所以这样就不存全面了, 袁浅耀这个看起来的老好人现在成了压倒张悦的最后一根稻草, 袁浅耀很快就得出结论了, 说呢, 经过我们三方会审吧, 认定御史台的告状是完全成立的, 张悦是应该受到处罚的, 一看张悦就要被绳之以法了, 他哥哥叫张光可坐不住了, 就跑到朝堂里跪在皇帝面前, 割耳诉冤, 什么意思呢? 把耳朵划开划一道一道的, 让血流满面, 然后表达一种心情来喊冤, 那么眼看着张光都血流满面了, 唐宣宗什么表示? 唐宣宗啊, 扭头就走了, 没理, 不问不问, 那到这一步, 张悦算是惨到家了, 等于直接从泰山顶上就掉到深渊里去了, 那可能大家会想, 唐宣宗太无情了吧, 确实啊, 专治皇权就是有他非常残酷无情的一面, 但是你要说, 唐宣宗对张悦一点感情都没有, 这也算是冤枉人家唐宣宗了, 为什么这么说呢? 因为虽然张光去诉冤的时候, 唐宣宗没表态, 但是在张悦关了两天之后, 唐宣宗又想他, 想看他怎么样, 他自己不能去呀, 怎么办呢? 派了一个新妇宦官叫高丽氏去探监去了, 让高丽氏看看, 张悦日子过得怎么样啊, 有悔罪表现没有啊, 那我们说高丽氏是什么人呢? 我们此前讲过呀, 先天政变的时候, 高丽氏也是功臣, 张悦也是功臣, 两个人共过世的, 心里是有感情的, 再说高丽氏是一个聪明人呢, 眼看着皇帝让他去探监, 那皇帝什么意思, 不是清清楚楚的吗? 所以回来之后呢, 这个高丽氏就向玄宗汇报了, 说张悦太惨了, 我去的时候啊, 他就捧头垢面的坐在地上那个杂草之中啊, 捧着一个瓦罐子正在那吃饭呢, 我走近一看吃的是什么呀, 吃的就是粗麦子呀, 上面撒点盐就在那吃呢, 当时我都看不下去了, 我就跟他讲啊, 我说张悦啊, 犯罪也是人嘛, 你为什么不让家里送点可口的来啊, 结果张悦怎么说呢, 他说我这是在惩罚自己呀, 我知道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啊, 我还有什么脸去吃那些好东西啊, 我辜负了皇帝对我的信任, 那么听高丽氏这样一讲, 唐宣宗心软了呀, 人非草木, 孰能无情啊, 他已经看惯了张悦飞扬跋扈那个样子了, 说实在都有点习惯他那个样子了, 一听说现在蓬头垢面, 唯唯唯唯唯他都觉得, 哎呀, 过火了吧, 眼看着皇帝露出不忍的意思了, 这时候高丽氏接着, 说话了, 他说陛下呀, 张悦还当过您老师呢, 而且呢, 先天政变, 为国立功啊, 风扇大兵, 也是为国立功啊, 再说了, 别人说他占星我是打死也不信了, 我觉得张悦对陛下那还是忠心耿耿的呀, 算了吧, 放他一马吧, 天都说行啊, 你说放就放吧, 反正啊, 以惩戒, 惩戒不是目的, 教育才是目的吧, 放出来吧, 放出来大部分官职还都恢复了, 但是, 中书令别想当了, 再相事不等再当下去了, 那现在我们讲了这么一大桶张悦的事情, 我们应该怎么样评价张悦这场牢狱之灾呀, 我想除了学习一下, 做人一定要谦虚谨慎, 戒交戒造之外呀, 还有三点值得我们重视的, 那三点呢, 第一点, 我们应该发现, 玄宗对宰相其实是越来越不客气, 你想啊, 在摇虫的时候, 那叫自动辞职, 宋景和张家珍那叫免职, 张悦这是抓起来, 再免职, 这是每况愈下呀, 这是第一个, 那我们能看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, 我们能看出来宦官好像作用越来越大, 张悦为什么能够最后被放出来呀, 除了玄宗的怜悯之心念旧之情之外, 恐怕非常重要的, 就是高丽氏美言的那几句话, 高丽氏他几句话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, 可以看出他个人, 以及他所属的这个宦官集团, 在政治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了, 这一次呢, 其实是高丽氏在先天政变之后, 第一次在史籍之中露脸, 那以后他露脸的机会会越来越多, 宦官对政治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, 这是第二点, 第三点我们还要看到, 张悦之所以搞得这么悲惨, 其实是和宇文荣之间相关的, 那么张悦和宇文荣之间, 他们在争什么呀, 他们有义气之争, 有权力之争, 但是最重要的应该说是文学和励志之争, 什么意思呢, 张悦是文学派的, 他上文, 在他心目中啊, 有没有文化, 文化程度高与低, 这是评判一个人的最基本的标准, 而宇文荣呢, 他是励志派的, 他是啊, 这个喜欢看行政表现的, 在他心目中, 一个人有没有行政能力, 这才应该是评判他的基本要素, 那本来文学和励志, 是唐玄宗当时用人的两条基本思路, 张悦在台上的时候, 似乎文志, 上文这一派占了上风了, 那现在张悦下台了, 似乎励志那一派又占了上风, 在交替进行, 那么还有一点, 知道我们重视的是什么呢, 就是有两个重要人物, 现在可分别加入了张悦和宇文荣的阵营了, 谁啊, 一个是张九龄, 一个是李林甫啊, 张九龄加入了张悦阵营, 李林甫加入了宇文荣阵营, 这两个人可都是未来的宰相啊, 那可以想象, 文学和励志之争, 在以后还会继续下去, 高层政治斗争, 也还会继续下去, 这似乎已经成为唐朝开元中期的一个政治阴影了, 那么现在张悦下台了, 下一步, 唐玄宗的政局到底会向何处去呢, 咱们下集再讲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 Ske somethin面对着